下課了 下課了 當時她問我怎麼跟孩子相處的時候 所以我就介紹了這些專業的書籍跟課程給她 她後來每一次看到我都謝謝我這件事情 所以姐剛有跟龍哥講什麼 就說 我就說 我說她很帥啊 對 就這樣 下課了 下課了 我前兩天在臉書特別寫的那一段是真的我非常有感觸 因為當時她問我怎麼跟孩子相處的時候 當時的我其實也沒有能力可以回答什麼 因為我自己還沒有這樣的豐富的經驗 所以我就介紹了這些專業的書籍跟課程給她 對 所以我就想到那一段 那事實上那個她後來每一次看到我都謝謝我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 這個非常不好意思 對 並不覺得我有幫到什麼忙 這樣 可是她的這個 這個這麼念舊 或者是這麼這種感情的 這樣子的一個 態度讓我非常的感動 所以後來我跟她一起拍了一個電影的時候 我有寫啊 哪一個電影 那個 痘倒的那個愛 喔喔 對對對 那因為那個都是大咖 舒淇啊 趙薇 陳奕涵那些的 那她演 我們兩個演夫妻 嗯 對 我還二百五問她說 欸龍哥你覺得我演得怎麼樣 她說 你非專業演員裡面你的演技最好 那其實 其實非專業演員裡面就我一個啊 對 所以我就說她真的很可愛這樣 但是我其實我可以感受得到說 嗯 如果 如果 呃 我們從龍哥的故事 可以有一些啟發的話 就是說 呃 各位為人子女的 在那一代的父親來講 都是滿腔父愛 但是她真的 找不到正確的頻率跟孩子 能夠對接 嗯 所以如果你跟你的父母還有一些 呃 誤會或者是什麼的話 如果她的故事可以給你一些啟發的話 就是她只是找不到方法 嗯 跟你溝通而已 不是她不愛你這樣子 那 當然 尤其現在的這個父母 都很辛苦 辛苦在哪裡 因為 過去是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嗯 現在是天下沒有做對的父母 嗯 怎麼做好像都不對 對 所以 所以那就很努力 嗯 那麼 希望孩子能夠理解 啊 父母的這樣一個心情 對 那 這個 啊 父母在的時候 嗯 就 多多把握機會吧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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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靖 謝謝 謝謝 我們 謝謝